六四酮酮要助力 家中有辯 家中有辯這裡說什麼 雜一體驗是客氣 雜一體驗是六 但是它不見的意思是雜一體 剛剛有講雜一體驗 對不對CU schön 基本上六四酮酮酮濟的話 我不敢定一定是雜一體驗 我會跟科学教講 要注意家中有打動六七 manager 六四酮酮有可能還傷到老母 所以不見 Ray呢 就是說掌揶 不會是掌揶 如果身體疾病要繼續乾� mit 了傷不了傷還是不見得是大事 乾疍 金柯目 乾痍 六四童工不是大事 沒有 我的意思是說要注意六七九四 他不見的刻意是在雜魚組 或者是雜魚 要注意六七九四 大概是這個意思 六四童工不是那麼嚴重 四七童工 好 四七童工 他一樣是金刻木 六四童工是陽卦克陰卦 七四童工是陰卦克陰卦 所以陰克陰比例比較嚴重 同樣是金刻木四七童工 所以比例比較嚴重 三四逢七四要注意刀傷 尤其是四七比較嚴重 那三七就不是刀傷 三七嚴重的是剛剛講的 非常非常多的問題 對不對 所以說三七遇到的那嚴重不是四七的 四七主要注意刀傷 恶心不可觀衆重 文字狀 背景 瘋癡 瘋癲 婦女或者人或人大夫婦 事實上七四童工要注意七代表是非道神 所以這裡面有的 是非的都要注意官非跟宋 那七代表疾病 肺病 有沒有 七代表肺病 四代表風師風天 這樣子 三七嚴重大於四七 三七嚴重大於四七好幾倍 請問你能不能跟他住三七大於四七大於四七 因為他的排練怎麼會這樣 要聽懂嗎 重點在哪裡 重點在這九個工位裡面 最好的跟最壞的都要抓出來 去布局處理 而比較不適合的就請他們注意一下 就會開始過去了 你如果九個工位都把他拉出來 都在布來不及了 還會扶不起來 要聽懂嗎 尤其紫白論這都是短暫的 你不需要全部都拉出來 好 四八同工 四八同工 四八同工基本上都是極心 所以這個也不會說會嚴重到不會嚴重 但是還是一件事給大家看 穆克土之下 四遜律倫昌八百四 八百土會四遜律轉穆 小狗有損 為什麼小狗有損 因為更公 八更公主於喪 喪到穆克土 遜牧克到更獨 喪到少男 十八位 住小狗要注意不信師徒 意思是說少男不要住在這裡 四八同工的位置 僅僅不住少男 他的意思是這樣的 但是一定這麼嚴重啊 不見得 因為四八同工不是說多兇 只是說有這種現象 如果那一個少男 那一年的巴士正好有節哉 那才會加重 這樣可以懂嗎 孕婦主不利 因為比較容易準思想 思想 三畢目為一目 公八更二 三八之前有講過了 基本上 永恆不動產 離育或是精神壓力 重當孕貴 高貴不群 這個就不要管他 要注意說 四八同工要注意有 經 那個 喪到少男 還有穆克土 要注意經絡的疾病 經絡的疾病 四八同工本身兩個都是疾病 所以不會很嚴重 四九同工 木生火之下 木見火而生聰明之事 但開口比差離方 立以若孫山之外 立不去才 什麼比差離方 離駕山開口的位置 或是輾病方 四九同工 四九同工 然後木見火 我都放 四九同工在這裡 這個位置看木見火 對不對 這裡我們一加山 這樣 如果開口這個 我們在這裡 它就這樣 但是 那你如果 鞋片不是一加山 那你還要管他 那你 開口 不差離方 你只說 這個地方 我自己把你上 那你都沒有什麼 比如說一致無難 一致無難 那你不會有什麼 一致無難 你也有什麼管會 房子的前面 這是一個很漂亮的 一致無難 一致無難 還要是存關會 但是如果後無靠 後無靠也會出關 所以這個叫做前有無難 後有靠 這個才出關 所以叫暖桶 你只要看到前無難 這個案不能太近 你的住家跟這個案的距離 差不多在 如果有用看 差不多在三五公里 那裡的話 這個案長得算多 那後有靠 所謂的後有靠 就是後面的三 背靠 離我們不能太遠 如果背靠的話 這個三是 當然你要是懂不懂 如果說是平緩的話 平緩的話 平緩的話可以再近一點 後面就是三 你用上去接著 如果是很陡的話 不能太近 就一樣 一致無 前有無難 後有靠 絕對出關櫃 平代時代 你跟他往上推 家裡如果沒有出大段才習慣 這個就是軟桶 這個根本也 都不用什麼懸空看 不用八仔 不用什麼龍門八仔看 絕對出關櫃 那一致無安後無靠 當然 後有靠前月沒有安 後沒有禮家裡 什麼都沒有 就叫做允許看 可是現在沒有在 對面如果一派放之外 也是真正正正正正正正的 所以大家有沒有這樣子 對啊 你不能用這個台論 我們講這樣 講的一致無安 這一種大部分都是外面的三型 是 對 像這樣 老師 我有看過有陰宅還是這樣子 陰宅很多都這樣子 所以你去看陰宅 看到這裡一個墳墓 一個墳墓這樣子後 前面看上去一個一字文案 比如八卦山 大渡山台地 這麼漂亮離得近 離得近靠近八卦山 大渡山台地 它都是一字文案 後面有一個人找到靠近 都是出貨 貴 就這樣找見 陰宅也是可以站著 陰宅怎麼會這樣 像有墳墓都這樣造 陰宅可以找不到那個人 四和月三的那邊沒有 我跟妳講 妳有錢人他就去鄉下買地嘛 對啊 那這個地方能不能這樣嗎 這麼鄉下 哪沒有 我要不要我帶妳去看 那個錢給我賺 宜蘭三星就一堆 宜蘭三星都一直鄉下嗎 你剛剛拿著鄉下哪 送料槍就有了 我跟你講 你大渡山整個都是一字文案 那一個往下 大渡山這一邊 這一邊一定很多 還有很多土地圓外出去了 張英化八卦山一條都是一字文案 這邊很多土地圓外出去了 妳有沒有辦法買得到 那就是福地圓圈 那你算鄉下嗎 不是鄉下啊 你去看大渡山 我跟妳講 你去看大渡山 它是一字文案 在哪裡去看 可能都可以看得到 你去那個文新南路 文新南路 文新南路 文新南路有一個高架橋 有沒有 中山醫院那裡 中山醫院那裡 有一個高架橋上去 下裡就是福新路人 有沒有 那一個高架橋 你在高架橋旁邊 有幾棟的高榮大象 你借一下他的高榮大象 靠下去大渡山 這條是一個條線 很漂亮 文新南路 有啊 你這裡叫做文新路一直下來 然後這邊武全西路 文新南 離路文新南二路 一直到過了 過了什麼 過了三明西路 正好過三明西路 沒多遠 正好就一個高架橋 過去 接下來就接 這邊叫福新路了 有沒有 那就是中山醫學院那裡 有啊 中山醫學院那裡 對啊 那裡有幾棟大樓啊 你借他的大樓 爬上去看 看到大富山 一直可以看到大富山 為什麼 因為大樓的前面 都是中山醫學院的操場 結果再過去都沒有蓋房子 可以看到大富山 一致文大 但是那一棟大樓 一太遠 那個文漢 就這樣 那一棟比較暗殺 那太遠 所以說 那個像那種 平安那一棟 那一棟都出關貴比較多 你要懂得去取那個地 他要用後靠 沒後靠也沒有用 取出不了關貴 好 這個 四九同工基本上兩個都是幾星嘛 所以說 基本上都不會太差 所以有一些 兇災的話也不會很嚴重 所以四九參考一下 五一同工 只要有噴到五的都要注意到 只要有噴到五的都要注意到 因為五叫做官煞性 對不對 五叫做官煞性 五一同工的話 之前在一五同工就有講過了 這裡又有講了一下 他才是一樣 所以說五一同工我們就有在討論 在一五同工的時候有講過 五二五三五四都有講過了 好現在講五五同工大修 這個一定這樣畫起來 五五同工為大修的話 五黃土為凶詐孕婦受災 五正五正薩為五黃 無路流連小運 當急孕從人口藏水 五黃重點之凶詐 當主災二不斷 故所犯之方會疑病而遲 氣流流動保持靜態 再可安逸時 微若有加促死亡則凶詐減輕 比如說 家裡如果養一隻狗不小心走掉了 那就好 戴地主 那個叫做戴最高養 老師那也是要養一隻狗在哪裡 你養牠直接就會死啊 你養牠直接就會死啊 如果牠沒死 如果牠沒吃吃起來是死的 不要給牠吃啊 餓牠贏 你不能用那種惡癌 師傑殺生啊 想待會兒 你不要跟養一隻狗 養養隻豬然後把牠宰掉 就殺自己宰養 雙五王大衛禁止動得厲害 所以雙五王大衛的位置 如果說今天坐北朝南 這個房子是坐北朝南對不對 坐北朝南 門開在這個地方 今年九月雙五王到這裡 如果說這裡正常有人再挖 會絕對出事 兩次喔 兩次喔 就是動工 然後出欄就是有一千 就是有兩千班公司 出欄就有一千 同時就是那一千 就是三四個人 三萬九公司出車禍 我那個喔 好在尾頭髮好在尾頭髮 好在尾頭髮 我才會不會死 我跟妳講 一次三四個還是一次的 路就要來的 五王到的地方 只要有洞 絕對出事 可不可以說我們 我們班公司就有很多 而且要只有一個五王 洞 但是收入五王洞 我覺得怎麼是最多 坐北朝南的紀元九月房 稍微有很多